今天的課程是 健康檢查 謝謝 我們想看老師的 好 哇 還好吧 這樣0.9 好 這個機器不會顯示電話就對了 沒有 他量一下腦力 也很腦力 好 他也有 等學三十 一起來 哇 我們國光高校很會選 這老師嗎 健康老師 哇 哇 好帥同學醒了 我覺得大家 你走錯地方了吧 這是你們今天的代課老師 哇 你可以變主 主是我們主要的老師嗎 對啊 不要在代課而已 你應該是環球小姐吧 沒問題 可以檢查我全身嗎 喂 她只是老師啊 老師不要檢查全身 她經理不健康啦 我今天的課程是健康檢查 嘿嘿 然後我是許蘭芳 要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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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排隊排 哪個部位先 先點名 好好好 好醜 對 對不起 好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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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我那兩個好醜 很醜 我大學的時候是念護理系 然後研究所呢 是研究慢性病跟猶豫症 那後來念了博士班就研究了 男性的尿失禁跟性功能障礙 太好了 那今天就是我們的福音啦 軟男 因為性愛很重要 是一起的 身心靈是一起的 所以我另外有是方老師的製造 先安撫他的肌肉 安撫 然後這樣 不要安撫我 你不需要安撫啦 你先假裝啦 假裝啦 你沒有這個煩惱我知道 對 然後你可以 因為我們身體其實從頭髮到腳 都是敏感帶 所以你可以 在他耳朵 垂直 欸 不要了 可以說話啊 說你們平常喜歡的話啊 輕輕的就好 他不知道我平常喜歡 就這樣 喔 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很敏感的人 其實基本上他會有點 敏感的反應 就是這樣啦 我像我容易打呼 他們說容易打呼的人 其實會影響到你的那個 功能 會 會不會 間接的影響 因為你打呼的話 你睡眠品質不好 睡眠品質不好 其實長期熬夜睡眠品質不好的人 我們的蜜乳激素會比較高 蜜乳激素會影響慾望 喔 然後加上熬夜長久 其實你的身體的機能也不太好 喔 你就會變得 除了不想之外也不行 哇 哈哈 怎麼我講 我沒有會生氣喔 可是容易打呼 因為其實打呼的原因有很多 有些是嘴巴的弓太小 有些是舌頭比較大 嗯 有些是這個下巴比較短 喔 原因有很多 所以你可以用 老師你剛剛回答他 看他的時候 你好像幫他蓋音這樣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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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年紀還可以啦 很多人都會以為 還在發育 好像會一直想要變長 對不對 對 這是你們的夢想 想要變成 妳說時間拉長嗎 時間拉長 然後弟弟也長 對 但是夢破碎了 對 當你青少年開始的時候 就沒有這件事了 就定型了 就定型了 所以只能接受這個狀況 用那種 只有兩個方法 真空吸引也沒有用嗎 沒有辦法 只有兩個辦法可以變長 哈哈 因為有可能是 我以前有看過 那個真空吸引氣 真大氣啊 那暫時的 哈哈哈哈 像那個 它是讓你腫起來 你以為 對對對 這是受傷的 恩愛的時間很短 多短的時間 才叫做 那個太短蟹 對 醫學上的定義是 小於一分鐘 那怎麼樣改進咧 那個就看醫生吃藥 降低神經的敏感度 但是如果你有三分鐘以上 那就不是早蟹 哦 還好 請問塗辣椒有沒有用 哈哈哈哈 塗辣椒 那個真空吸引氣 好老喔 剛剛吃了三個便當 哦 很輕耶 45公斤 很輕啊 我有在運動 28.5體脂有一點 女生很高喔 有集中 全集中了 哦有有 肌肉30多 他有別的那個 欸我肌肉是不是跟誰一樣大 沒有大 大部分都30多 對 我們想看老師的 哈哈哈哈 哇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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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到老師了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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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老師有什麼 借口要講的嗎 沒有 沒有 麥也拍掉了 我已經幫你把麥都 都全空了 對對 麥應該也沒有差那幾公斤 對對 你也知道齁 對啊 好兇喔 老師你自己知道 你對你的體重了解嗎 可是他現在是0.9 哈哈 沒有配音啦 在意 再一次 你說喔 哇好在意喔 當然要在意0.9耶 哇 還好 還好 還要0.9 好好好 喔 體脂16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個49 18 18.9 這是DMI DMI 體脂24.3 欸還好啊 嗯 這個機器 不會顯示電話就對了 沒有 哈哈哈哈 沒有電話 好可憐啊 沒有電話 這個 會顯示電話的 這機器沒有電話 那請問啊 那一定的啦 可不可以 大家量一下腦力 很腦力 很腦力 有問題 搓 喂 喔 喔 喔 喂 請問一下有沒有什麼 簡易的檢查 自己牙齒健不健康 本之前他們有很流行 就是吃 蘋果 看那個蘋果咬下去 的咬痕 是不是 有 流血 或什麼的 就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檢查 你的牙齦 是不是有牙周病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就是請那個 吳醫師幫很醜 很醜 小姐 很醜 很醜先生 很醜先生 很醜之前 做一下檢查 牙齦的檢查 我不要吃蘋果 對 喔 先吃蘋果就看得出來 他之前得過牙周病 後來他自己修 已經治好了 因為我說這算 這位這是家屬遺傳 對 最早檢測 牙周病沒有辦法 牙周病不是家屬遺傳嗎 牙周病不是家屬遺傳 我亂講 但是 牙周病它是一個 慢性疾病 慢性疾病就像是 糖尿病高齊牙齒症疾病 它是沒有更致 而且會傳染對不對 會 那怎麼辦 所以如果你男朋友 你一直覺得你男朋友 嘴巴很臭 對 口臭 你 一定要趕快帶他去檢查牙齒 不然你也會喔 真的 所以這樣就不能接吻或什麼的 嗯 應該是不用吧 沒有 可以接吻 但我相信你 談戀愛的時候 你不會在乎這個 但以後人家就會發現說 欸你怎麼好像也 你也有 牙周病會傳染 會傳染 會傳染欸 而且90%我記得90%了 為什麼你那麼了解 我之前也幫他研究啊 那我幫你研中欸 你怎麼那麼好 對 我覺得還不錯喔 看來這個 這個治好了 治療有稱 有欸 治好了啦 好不好 所以再待在這個班級了 嗯 一般如果牙齒 牙周稍微不好的人 他吃這種稍微比較堅硬的 真的 一咬下去 是馬上牙齦就會流血 喔 牙膏到底能不能吃 可以可以可以 來來來 什麼問題 然後說真的 我跟你講 今天自己兄弟 我去吃三條 我去吃三條 我是說真的 可以啊 可以吃的 是可以 韓國的喔 也行 因為 哈哈哈 國新來著 可以 你不能過量嘛 對 當然不會就小孩子 你不要把他當食物吃就好 不會 OK 沒關係 你沒有吞過嗎 我是沒有 我是不流行的傢伙 其他更危險的 你都吞過了 可是小孩子的牙膏比較安全吧 刷牙的方式有很多種 那普遍我們現在最常 交病人刷牙的一個方式 就是背式刷牙 原則上就是說 拿牙刷 那其實牙刷的挑選 也有特別的挑選 這個是道具 那一般上 我們在挑牙刷 有一個重點就是 不要挑那種 刷毛太硬的牙 喔 可是硬的才爽啊 我也是覺得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要刷乾淨 我一定要它很用力 或是要很堅硬 但其實這樣是會刷傷你的牙肉 那我自己都是跟病人說著 就是你來回的次數多 遠比你用力 來的有效態度 真的 那電動牙刷呢 這個問題非常好 我常常被問 其實電動牙刷是一個好東西 但是電動牙刷的用法 跟一般刷牙的時候 大家要更注意的是 電動牙刷本身已經是 轉速很強 如果你又照你原來刷牙的方式 很大力的去刷你的牙齦 你就會刷上 其實不用 你不要這樣帶動它就好 對你就是輕輕放在那個交界 它像那個洗車機有沒有 你要刷的時候希望就是說 你的牙刷是可以45度 刷毛輕輕的刷到牙齒跟牙肉這個縫 對 把它刷乾淨 那你可以兩顆兩顆為一個單位 來回至少刷個十遍這樣子 十遍喔 刷牙一定都是先刷外面 整圈刷完之後再刷裡面 裡面也刷完之後 我們最後刷牙齒的咬合面 大概是這三個步驟 上面下面都是一樣 那有一些死角啊 像是最後面這顆牙齒這邊 特別需要就是 你牙刷一樣伸進去去刷 所以牙刷也不要買太大隻 太大隻你根本伸不進去 然後像下面的牙齒 門牙前後面舌側這邊 因為這邊我們有很多唾液線的開口 本身就很容易累積牙結石 這邊刷的時候可以不用這樣 橫的刷 可能刷不到 這樣 你可以直的 對對對 直的去刷到牙齒牙肉 好口氣的畫面喔 刷牙之後再用漱口水就好了 但漱口水也不用天天用嗎 不要天天用 其實我覺得大概一個禮拜 用個一兩次就真的 蛤 這麼少 難怪我用變成牠的酒精 以為我在喊 有研究顯示說 如果你真的 很常其實都在用漱口水的話 它其實是會改變你口腔內的細菌種類 沒有那麼見 改種類 細菌是有好有壞的 它是要維持一個平衡 老花的雷射沒有辦法持續很久 因為老花它是變動的 就是說你可能今年跟五年後 跟十年後 你的老花的度數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能做了撐五年之後 你可能五年後 你老花又來了 又來了 又突然看得到 想做近視雷射 就是建議 條件可以的話就 早做 早享受 就不用再待 那沒有近視人是不是 老花會比較嚴重 那個就是另外一種 就是說症狀 就是說沒有近視的人 他是先享受後面要戴眼鏡 那有近視的人呢 其實大概近視100度到200度左右 他的看鏡的舒適度是最好的 所以假設你有一兩百度的近視的話 你倒可以撐到大概 對 反而就是你看鏡的時候 就會覺得其實還滿舒服的 不用戴老花眼鏡 我有點不懂 老花就是遠視嘛 老花它其實是 我們眼睛的肌肉無力 就是你沒有辦法 跟遠視不太一樣 對焦距 對 跟遠視不太一樣 雖然它的度數配起來 跟遠視很像 而其實它的原理 是因為你的眼睛 調節力不夠好